就類似這樣,這個清除樂透彩 然後格式化這個有,然後把它清除掉 那就前七名列出來,然後前七名清除 大概是這樣子 那我們就可以很快的統計出來 所以你會發現 這樣的話很快就可以把我們想要知道的哪些號碼 是機率最高的 那最後的話呢,其實做出來之後 理論上應該是OK的 可是,當然就會有同學提到一個問題 什麼問題呢? 因為我們現在的邏輯是這樣 前七名的部分,其實是按照什麼呢? 按照找到的順序 也就是排名 小於等於7 就把這個排名放過來 那,就有同學會說 老師,可是我希望的那個前七名是這樣子 第一個呢,就放第一名 所以特別之外,這個是放第一名 第二個的話呢,放第二名 第三個放第三名 意思類推喔 所以這個號碼 我是希望,第一個齁 不是放12啦 應該是放多少? 放第一名 這應該要放21 那第二個要放什麼呢? 應該是放那個什麼? 所謂的第二名 第二名找 不過其實用人工來找真的很麻煩 因為有時候要這樣慢慢看 真的很傷眼力 而且還找半天還不見得找得到 欸,是不是公式寫錯了? 第二 第三 我看一下我那個 和氣的部分 我看,和氣的範圍是不是 定義公式裡面的名稱管理員 欸,這個沒錯啊 欸,這個沒錯啊 所以應該是在裡面 欸,不會有很多 重樣名次的 欸,這邊為什麼 這個再找找看好了 欸,是不是 很多是一樣的 欸 好,這個我等一下再看看好了 是不是裡面我有沒有什麼地方 102 欸,這個也沒錯 好啦,那先暫時不管 如果說我今天希望什麼 他的號碼是按照什麼 按照那個 就是 第一名先放 再放第二名 再放第三名 欸,這個地方該怎麼做 也就是把那個前七名的名次 稍微再變動一下 就是說改變他的順序 那這個地方的話呢 其實 程式該如何修改 剛剛寫這個 那如果要按照順序的話 那我大概想到一個 至少兩個方法 第一個的話呢 當然有第一個方法我想到 就是說呢 你是不是這個地方第一次 等於1 第二次等於2 第三次等於3 不過這個地方需要一個變數啦 所以我寫一個就是forJ 用J來找 不過這個方法我覺得 好像會比較麻煩一些些 因為會多一個回圈 而且比較不好寫 另外一個寫法是這樣 欸,如果我今天希望 假如說我這個地方 是放第一名的話 那他第一名的話 理論上是在第二列 那第二名的話是在第三列 那第二名的話是在第三列 欸,也就是這個列號 剛好跟他的名次怎麼樣 相差1啦 也就是這個列號 加了1之後是他的名次 所以我可以把列號-1 欸,就可以放在這裡面了 所以呢 我們其實喔 假如說呢 第一名要放過來 這個地方其實第一個啦 我們理論上不需要K 如果按照順序的話 我們不需要這個K 那我只需要改哪個地方呢 欸,特別注意喔 關鍵地方來了 這個把它刪掉 清除掉 然後呢 我 需要 放的其實就是這個K 那這個K的話呢 剛好 就是放在 他的第幾名喔 欸,所以特別注意喔 如果我說呢 小於等於 小於等於 小於等於7的話 那各位可以看到喔 其實有一個地方很重要的 往下找 比如說呢 找到7 欸,這個就是他的名次 那所以呢 他的名次喔 假設7的話 那他應該放在哪裡呢 應該是放在第8列的位置 所以放在這裡 第8列 所以他理論上應該放到F8 欸 有沒有 所以呢 其實我們可以怎麼樣 拿這個訊息 放在他 把這個 這個名次加了1之後 就是他應該放在第幾列 只要再給他拿一欄就可以了 所以喔 我們可以在這個地方喔 把K的位置 改成什麼 改成那個資料 哪個資料 這個資料 Sales ID的1欄 然後記得喔 把它加1 也就是說呢 比如說我找到那個12 那12的話呢 我知道他是第7名 所以他應該是放在F7加1 F8 F8這個地方 OK 所以我來試一下 那基本上這樣陳色寫完了 那如果1的話 那就是什麼 1加1 就F2 放在這裡 那試試看好了 執行一下 所以找到的是12嘛 那他應該是第7名 那他應該是第7名 所以他放在F8 看一下 這個地方結果不OK 欸 又放在這裡了 那再下一個 下一個的話呢 是21 21他第幾名 第一名 所以加1之後 變F2 變F2 所以把21放在F2裡面 這樣子 然後再下一個 下一個的話是27 那第幾名 第4名 所以4加1 就是放在F5 我放在這裡 以此類推 那再來就是28 欸 28也第一名 所以我這個名次好像資料有點問題 等一下再檢查一下 所以喔 如果名次 所以如果同名會不會把它蓋掉 對會把它蓋掉 所以這個如果同名 可能要另外一個邏輯判斷 如果同名的話 那就往下放 OK那請各位先試試看 我剛剛這個地方 欸 如果按照名次來放的話 那 這個地方呢 你們可以參考雲端白板的第5頁 在這個地方 方法1啦 其實關鍵的地方就是 他的名次加1 F欄的名次加1 列 另外還有一個寫法 方法1 方法2的話 比較複雜一點點 就是必須還要再多增加一個追回圈 OK那這回圈的話呢 理論上 相對的喔 難度就比較高了 不過也是可以給各位參考一下 試試看喔 所以我剛剛看了一下 原來是我那個樂透彩的那個公式喔 輸出有錯誤 所以我改一下 變成開獎101 開獎101 複製到開獎1 忘了改後面那個開獎 前面改後面沒改 所以 結果就錯了 OK那理論上這樣就OK了 我把那個前七名 的部分再run一下 然後理論上呢 看到結果就OK了 所以第一名的話就34號 第二名的話就 對 34是不是第一名 對沒錯 34號第一名 然後第二名的話是21 28 39 27 33 跟12 OK 理論上應該 這樣子的話就沒有問題了 所以請各位試試看喔 那那個程式部分的話呢 是在那個雲端白板上面的第五頁的地方 那這個地方的話提供給各位參考 那當然 呃 程式的撰寫喔 VBA部分的話 當然除了說 可以用我 我這邊提供的程式之外 當然你如果說假的不會寫啦 你用錄製劇 再來修改可不可以 也可以啦 只是有些東西喔 像剛剛那個回圈加上邏輯判斷喔 你即便錄製劇齊喔 可能也沒辦法就是 呃 得到你要的比較理想的這種程式 所以喔 那 如果你單單只會錄製劇齊 然後不會 撰寫VBA程式喔 將來你要把VBA用到 呃 真的很有彈性喔 恐怕還是有問題 所以還是非得要懂那個VBA的部分 這個地方請各位 還是 把這個剛剛講的部分喔 先練習一下喔 先練習一下喔